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集是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就说一下这个菲律宾真的说大话 那发生什么事呢? 之前菲律宾不是说中国不让我们的人疗伤 他们病了 又说是搞他们的船 现在中方是发布了视频 当然了,是不是造假? 菲律宾现在他不敢说造假 他既然说中方阻止他们 那些人离开,又不让他们 什么鬼治疗那些,不是啊 现在中方发布视频呢? 我们说过 中国肯定就不会向他们真的狠下手 因为第一,担心你碰瓷 还有你那些船只这么流 如果你真的有个人离世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都不是件好事 都不是件好事 所以中方 我们一早说他肯定是 最多看或者警告 最多最多就是吹水 你看他那些船 正常渔船 我跟大马上说正常渔船 这么多受职 好像差不多是报废 是不是真的可以? 当然他的海警船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那些所谓的渔船 碰瓷的 机率很高 因为你这么流 是不是真的能打到鱼? 他那些船的生瘦得好像只剩下一个壳 你会觉得 当然他说金火地是这样的 这样都可以出海 所以中方就很谨慎 他肯定要谨慎 如果不是你有 帮帮马赫斯也说过 如果有个菲律宾人 是被中方搞到 人离世的话 我们一定会很接近战争的 当然我觉得 小马赫斯 这位菲律宾总统 他也知道中方是谨慎的 他不是没有实力 但是 大家知道 他的实力跟中国比较差很远 他担心你碰瓷 之后 跟西媒和西方国家 勾连在一起 之后 又对中国发动一系列的攻势 给一个借口向中国动手 所以是不会那么蠢的 刚才我们的照片看到 根本 其实因为版权问题 我们不可以播这条片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 是中身亡的话 是有的 这是中方的影片 中身社 你看回 是官方的东西 有没有剪接? 如果有剪接 菲律宾又不出声吗? 他只有口说 中国是有视频拍到 亦证实了 菲律宾是说大话的 而且现在有了视频 我又不知道你怎么博 他现在是没有博的 他没有博的 中身社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船只向南海人岸礁坐摊 军船是输送物资 当然了 就是反驳飞方早前 就说你们中方阻撓飞方受伤人员就医 很惨的 不让我们去看医生 刚才的照片 中方的船只在旁边看着你 那些人是动的 他不会是 他说到好像上船不让我走 很霸道 那当然了 台湾当然是帮你发大来说 其他西方的盟友都是帮你发大来说 那中方就批评非方 扭曲事实 虚假罪事 企图是误导国际认知 那这个中方发布的证据 原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船上人员将物资交给另外一艘船的人员 当时 菲律宾海警向非法坐摊 这些军舰进行人员轮换 和物资补给 而中方海警依照法律和法规 全程是监管和看着他们 看着飞方的船只 监管控飞方的船只 影片当中也看到 飞方的船头和船尾 放置了大量物资 更加说那些人伤得很重 为行得走得 我想到怎样回答 你们中国人懂得耐功 我们受了耐伤 没有医学报告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是的 而且医学报告 麻烦你拿第三方的出来 不要找个狗流流的医生出来说 但是 如果看回中心社的影片 真的不见有任何明显受伤的人员 批评中方 是拦截非方的船只 就说 阻挡救救我们的人 人受伤受得很严重 真的没有 看整条视频 他任由你换人 其实这件事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他担心你碰瓷 他担心你碰瓷 是的 他担心你碰瓷 现在有片造证 更加是 不到你屈 没错 当然又说 你中国阻止我们救人 那些人很伤得很重 事实就是 非方的快艇不顾中方反复警告 多次以不专业和危险方式接近 导致发生 是刹碰的 是真的刹碰的 如果中国一只船一只被你们 非方说是怪兽级船 如果不是刹碰 我觉得你们那些应该尋了 你真是比硬实力 是真的差很远 当然中方说责任完全在于非方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之前指责中国海警 阻止一名患病的武装人员撤离人的一招 更加说中国海警进行了危险操作 故意 碰 军人乘坐的 非方军船 那些海军船 就说很野蛮 你们中国人很不人道 有什么证据 在北京外交报说 中方在仁爱之问题上 立场明确如果非方向中方提前通报 中方可以允许非方向坐滩的军船 运送必要物资 以及撤离相关 即是他肯定会让你做的 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 你肯定会有炒作的 杜西方 是吧 但是非方也不能以此为藉口 向坐滩军船运送建筑材料 涂球是永久侵占型外交 当然他就不理你了 不过 我们也是一个 相当大气的民族 中国驻菲律宾代表 他说话非常大气 昨天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王溪连出席了由非华商会 和马尼拉市政府联合 举办的慶祝 第23个中非友谊日记 继菲律宾独立126周年 万人有宜行 即是一个暴行的活动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也说 勞计见交初心 信应 人民心胜 亦说 希望 菲律宾华社 可以做到桥梁作用 当然这位王大使 在致辞时 他不会说 菲律宾独立 怎么怎么怎么不会很硬 他说话是有利有节奏 热烈祝贺菲律宾 是独立126周年 亦都表示 大家 刚刚 是一起走过了 叫比洛恩特拉姆罗斯大桥 就象征着 中非两国千年的 传统友谊 两侧的 中非友谊员 是专门为了纪念中非两国人民攜手并且 一起抗击新冠意建立 体现了两国人民 千百年来的和睦相处 守望相助的传统 我们也勉怀 菲律宾 民族英雄也要纪念 包括华侨抗日 在内的 菲律宾华人抗日的这些战事 他们是菲律宾的 民族独立解放 肉血奋战 做出了重要的牺牲和贡献 亦都说 万人有而行就是这个主题 亦都反映了中非两国 港泛民众 希望互相了解 和全城 友谊的共同心声 他说的亦都是 有理有折的 即是不会说 我去骂你 不会这样的 你去台媒吗 当着面骂你 没这样的 对不起 这些不成大器的人才这样 他也有向菲律宾的 民族解放事业 做出贡献的英雄 致敬 这些 作为一个大使 他肯定会这样做 肯定会这样做 也要看看邦邦马赫斯 有没有其他回应 因为现在 他引入了域外势力 也是那句 中国很简单 你随时谈得 我的门是开的 但是麻烦你不要引入域外势力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这个李刚要说 应该我们自己是管理自己 当然 现在菲律宾总统邦邦马赫斯 最搞笑的 之前说不要紧 你还要跟我们做好生意 这件事哪有可能 对吧 当然菲律宾近期 在南海 作出很多动作 甚至经常卖小强 打成自己的受害者 企图在国际舆论中心 当然 想着 做一个形象就是 我被人欺负 我被中国欺负 所以中国 他海景当然不会 是谋谋言动手 等着你碰瓷 有人有什么冬瓜豆腐 你都被骗了我的 你看回菲律宾国家 顾问 亚洛 他也经常大放厥词 原来他昨天又说 这个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说话 这么温和 他就不是了 他就说 飞放 会继续在南海 执行补给任务 无需事先征求任何国家的许可 任何国家的意见不用说 因为是我们的领土 说真的 争议领土 很多国家都有 阿拉西亚 越南 还有 印尼 还有 汶内 也有 台湾说 我们也有 你看看他的新闻 我们也有 我知道你什么都有 你也涉一涉才行 才行 是的 涉一涉才安乐 这个菲律宾的 国安顾问 其实也说 这个不需要通报 你知道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碰瓷 这次有了视频出来 你碰瓷也碰不到 而且这些人是信你安全地回回菲律宾 是不是 如果好像你眼 你口中说到 他真的出尽力地打压你 搞你的时候 你觉得你那么容易吗 两边的实力很远殊 两边的实力很远殊 当然现在你 连美国一起搞 都是 使得大家关系困难 大家关系困难 好 这个就是 第 日则新闻 第日则新闻 哎呀 现在日日 对港元 跌了这么多 很多人都很想去 乡下 对吧 但是小心 日本 出事 原来今年 即2024年以来 日本 全国由 用血性 链球菌引发的 一个叫做 毒性休克症群 后群 原来是破了新纪录 差不多1000人有977人 这种细菌 被称为 挺难听的名字 亦挺恐怖 食人菌 很厉害 致命率达到30% 50% 患者可能在病发后的 几十个小时 后就会休克 今年以来 日本 全国 休克性 毒性休克症候群 就是 977例 是1999年以来最高水平 亦超出去年 941例的水平 更是去年同期的 是280% 引发这种 毒性休克症候群 最常见的就是 溶血性链球菌 感染链球菌之后 99% 99%以上 患者会出现轻微的症状 但在极小情况下 民众感染部分 高致病的 这些菌种之后 会更加严重 会有毒性休克症候群 相关的症状包括什么 高烧 4肢肿 无力肿胀 甚至 可能几十个小时内出现 多重器官衰竭 4器官衰竭就可能出人命了 可能出人命了 进而导致休克 原来病发后 会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疾痛 4肢和 身体其他地方 亦都会坏死 老人家和糖尿病患者最容易感染 STSS 刚才那个 是毒性休克症候群 致命率是三成到五成都很高 由于这种疾病 会 导致四肢坏死 所以就叫做食人菌 不单是老有记 以及 有糖尿病的人试小心 其实 健康的年轻人患病 可能会致死 日本官方说 目前仲查不了 个案激增的原因 但是 官方的医疗专家 推测可能在新冠疫情之后 松绑的防疫措施 以及人与人之间接触增加 而导致这种事情大量发生 为什么疫情之前没有上升呢 根据常理估计 那时候的接触应该是 高过现在 那也是 是不是 境外输入那些 他没有说 疫情后大家接触 是多了 多了 应该是 很薄药的理由 专家去查 反正我希望他查得到 不要不了了之 日本 医疗专家提醒民众 手脚上如果有伤口要及时处理 不要放任不管 要预防感染的关键动作 如果肿胀伤口在2-3小时内迅速扩散 或者反应有 困难 就要立即就医 那怎样防止 防瘀 很简单 洗手 手部消毒 戴口罩 这样也是一件 这些事情也不是很难 我说真的也不是很难 我相信 现在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古怪怪的病菌出来 新冠其中一都是其中一个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防疫 最重要是做什么 就是卫生做好一点 不要乱吃东西 只可以这样 只可以这样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 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之前我们说过 人类感染H5N2禽流感 都是 墨小过全球首例 而且那个人还是离世的 亦是真正的原因 不知道是怎样的 变种 还是怎样的 到现在都 没有加禽雷 没有加禽鸟 这是令人觉得相当诡异 除了人类之外 亦是亦有感染 你说需要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但还是需要 有个警惕 还有我们之前说的 鹿鱼病毒 还有其他 抢疾病 夏天 有些东西就容易变坏 热也滋生了很多病菌 都要小心 小心 好 这个 就是 第二则三文 还有则三文 他喝得杯落 他是喝可乐 他真的喝可乐 他跟他父亲喝可乐 现在 这个是什么人呢 之前在中国媒体 亦是相当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美少女 以色列 国籍 中二混血儿 其实她是北京出生的 她就 被哈马斯放了出来 就可以探望她 是末期癌症的妈妈 说真的 她跟妈妈很相似 跟妈妈很相似 跟妈妈很相似 眼睛 笑起来 鼻子真的很相似 当然 现在媒体就说 中国没有人性 不帮她 而且还有台媒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曾经有媒体爆料 是什么媒体 你自己的媒体爆料 是吗 是 你说 中国帮不帮 你叫她 叫到她 她也会出声 但是 其实应该 以色列方面 做主动会好一点 是 以前是公民来的 是的 其实 她有什么ground 去帮她 你最多说 她母亲是中国人 她母亲不知道有没有 入以色列席 说明 没有人查到 因为她不会说自己的 她母亲当时 也说得很激 我是中国人 你们帮我 什么东西 语气不太好 不要紧 因为她生病 或者是其他原因 心急 不要紧 这些东西我也觉得 不要紧 但是 台湾媒体就说 外媒说 这个她叫 亚加马尼 被哈马斯 俘虏期间 北京不肯救她 北京就说 她是一半中国人 缺乏中国血统 你又怎么知道 她说她不是中国国籍 这句话 她真的不是中国国籍 是的 哈马斯也可以问你一句 我作出一个形状 习主席 他们说习近平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哈马斯 我当然不相信 傻了 这些东西 比如习打电话 他就说 哈马斯 你可不可以放他 哈马斯就问 他是什么人 习近平 可能说 他是北京出生 以色列人 但是他有中国血统 你觉得 你一听就知道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 场景对话 你记住他 重点是什么 以色列国籍 是啊 哈马斯真的可以问你 他不是中国人 习先生 他是以色列人 你觉得他会 他有一半中国血统 中国 当然我相信他应该有帮过手 西梅当然说 他只是一半中国人 缺乏中国血统 这些是老屈的 其实他就想 做个形象 就觉得你很狹窄 你自己人都不帮 他北京出生 拿以色列国籍 他真的不是中国籍 他怎么帮 哈马斯问你一句 他不是中国人 我怎么给你 是吧 他母亲当然 亦是癌症末期 他母亲来自中国 他都在北京出生 这样也不帮他 他是以色列人 应该是以色列政府 帮 也可以帮 也可以叫他帮忙 但是 最应该占主导位置的 就是以色列 或者他背后的美国 你说是什么 大佬 是吧 他就是四个被放的人 人质之一 他就跟老爸 他真的喝可乐 我们不是说 他真的跟老爸喝可乐 你看看他被释放的照片 其实也 不是说 比哈马斯 怎样恶劣对待 都可以 好像跟进去之前 没什么变法 我觉得也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当然 这位母亲也知道 自己的女儿回来了 原来也说过他那几天 病情恶化 也希望他 可以康复 亦是 知道自己的病 知道女儿回来就最开心 这个女儿就是他家里唯一的小弟 他母亲是 第四期的 其实也可能有些困难 意识是很先进的 意识是很先进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